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拥有夜王 之称的日本第一牛郎罗兰 今年28岁 在这行做了10年 堪称是日本史上最高收入的男公关 年薪3亿日元 即2000多万港元 他还开了自己的牛郎夜店 在日本爆发疫情的初期 他曾经信心十足地说 冠状病毒一点都不可怕 对他不会造成任何的影响 但随着新宿夜店群组出现 确诊数目激增 Rolan的夜店都要倒闭 歌舞妓丁虽然风光不在 不过Rolan依然人气不減 他在接受我们的访问的时候 说自己永不言敗 还会不断拓展事业的新版图 不安 接触自己的老板 我闻得儿 erase 我闻得了 �闻得儿体工事 对于我闻得了 就存在 多么 随之中 那是有些改革的事情 每天你跟客人相接的事情 你心想要是嗎 我心想要是嗎 有感染的事情 你會有更多的事情 你會想要是你會想要是嗎 那是你會想要是 你會想要是 我會想要是 是啊, but I hate 女的身份 ята, if 身份 申し訳ない 而 是 最近 所謀的影響 給付方法 与 是 所以我已经给了自己的支付货币 我认为在序谷队失去的交通 我认为我只是不意的 我认为我是悲失的 我完全不意的 但我必须再讨论 我认为我是负责的 我认为最后的一期 我认为我认为负责的概念 所以ery有興奮的 所以我们必须享受 我们必须知道 未来 未来 必须需要的事情 明信我所在的歌曲 因为我所在没歌舞伎是 Effel to的非巴黎 Victoria śvahvor to的非巴黎 知道吗 寂しい